朋友们今天我们去买的这个虾 还挺便宜的 就48块钱一斤 平时要55块钱一斤 这个就是还挺大致的 马上今天用来做一个铁板蒜蓉虾来吃 首先我们拧掉虾头 然后顺势的把这个虾馅给它处理掉 把虾仁给它剥出来 朋友们剥到尾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把这个尾巴给它留住 给它摆盘比较好看 剥这个虾的话 还是留一点点指甲比较好 就早上刚剪了 就剪到有点太底了 所以好难剥 太难剥了 全部剥好以后 我们开一下被饼一下会更入味 今年乘坐的天气特别奇怪 都6月份了 还这么大的雨还要每天下 未来半个月都是在下雨 接着再用清水来淘洗一遍 接下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给它拍碎 然后再剁成蒜末 就不用剥得特别细 不然等下很容易炸糊 像这样子的颗粒就可以了 我们分一半生蒜起来 其他的加入到虾仁里面腌制 然后加入一小少盐 适量的白胡椒粉 少许料酒去腥 再来一点点玉米淀粉 加15克融化的黄油 然后抓拌均匀 朋友们这道菜的灵魂所在 就是这个黄油 在我们去吃那个铁板烧的时候 它就是加的那个黄油 就是整个菜就是增加的那个风味 超级的香 就抓的时候一定要温柔一点 像这样彻底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铸铁锅烧肉倒入少许油 然后下入虾仁中小火煎 如果火的话不要开的特别大 蒜的话蒜末很容易炸肥 而且你下的时候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不对 所以中小火就可以了 底下金黄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 两面给它煎熟就可以了 这个蒜香味真的超级的香 搭配一点黄油 真的是平时在家里面这样简单烹饪都很好吃 因为中间火力比较直 所以说我们这种金黄生 我们就把它移到旁边去 然后把这些给它移到中间来 可以们这个虾仁我们全程煎了三分钟左右 也像这样 变得金黄色的熟了 可以倒入生蒜了 激发一下香味 大概这样翻炒个10秒左右就可以了 煮火 先把煎好的虾仁铺底 然后再铺上蒜蓉 撒上少许欧芹碎点缀 没有的话用葱花 一道蒜香十足的铁板蒜蓉虾就做好了 就朋友们可以试做一下 朋友们这一道红烧肉是昨天做那个肉粽 剩下的一些边角料 所以今天就一起卤了 然后这个是韭菜炒豆干 这一个是铁板蒜蓉虾 这个真的超级香很简单可以试一下 还炒了一个花菜好久没吃花菜了 这个是黑鱼丝瓜汤做的比较清淡 今天就这样吃 你给奶奶吧 好不好 你给奶奶吧 好不好 你要背 你要背哦 没有 他本身都有的 有背哦 对 爸爸爷 你要背 肉粽 帝帝王姐给你夹肉肉了 对 你要肥的还是瘦的 还是肥肉都有了 这个 嗯 好的 像哥哥那样吃就好了 哥哥用汤匙嘛 好不好 哥哥对 用汤匙哈 鱼 怎么有 鱼 说大声一点 鱼 鱼哦 鱼好香 小心个棍儿了 今天有飞吻 今天没有飞吻 今天没有飞吻 没有 看灯就知道了 没有飞吻 妈妈 还没关到飞吻 好 然后把他关起来 好吧 好 关起来 我先给爷爷 老板给你 好 谢谢你 我就给你找一块瘦的 哇 太感谢你了 瘦的 好 谢谢宝贝 你也要 你也要啊 他也要 你也要 给你拿一块瘦的 好 妈妈吃掉了 瓜哥吃这个 嗯 黑腰夹 宝贝 嗯 嗯 乖乖 哥哥黑腰夹 吃了 乖 哦 乖乖 香不香 香 香 叫你单独吃蒜 你不喜欢 为什么这种 蒜蓉虾 你就很爱呢 因为它炒香了 炒香了 我最喜欢那一种 这一炒的葱了 炒的蒜 它叫蒜 不然蒜 蒜的蒜都算不清楚 嘿嘿嘿 妈妈 喂 我要炒锅鸡 噢 好棒 加了加去吃啊 那么多吃啊 吃很多 妹妹还有 这个虾 还要 好了 你 everything 没关系 我们 Om coming to seeProcuses 我们来 spiderMusin